很多人都很好奇前方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飞机上 为了避免延误问题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早上五六点钟的飞机 这样就可以顺利的到达下一个城市 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 有的时候天气原因被延误了七八九甚至十多个小时 都是家常便饭 还有运气更不好的时候 行李都有可能丢掉 除了在飞机上之外 剩下大多数的时间就是泡在球馆里 虽然有的时候晚上的比赛是八九点钟才开始 可是我们下午三四点钟 有的时候就来到球馆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 哦对了 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有不少工作 只能通过网络视频会议来完成 像是今天早上睁眼的时候 先听听新闻 醒醒脑 然后再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平常在比赛日的上午我们是要到球队的训练馆 实地去看球员的训练 并且还有一个赛前的媒体发布会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没有办法到实地去看球员训练 所以所有的媒体发布会也都通过网络视频会议来完成 那现在呢我就已经准备好来参加球队上午的媒体发布会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这个电脑会议已经马上就要开始了 虽然大家看到每次直播连线当中我们只出现了两到三分钟 但这背后的准备工作和筹备工作是花费了很久 而且是一整个团队的努力 像是我们的美国同事就跟着我一起到处跑 要剪片制片联络协调 所有的工作都有他一个人来做 我们在北京的腾讯同事也是非常的辛苦 因为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在早上或者是上午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凌晨就要出发来到养播室 做一切的准备工作 并且和我们沟通前方的一切细节 画面还给腾讯养播室吧